好,那各位呢,我們的資料已經都準備好了 那除了您看到白板上的,您就先從這個OneNote這個平台進來 它是一個免費的數學平台 那目前我自己幾乎所有的課程都是擺在這邊 所以我就可以走來走去的 在不同地方我可以移動 不像一般可能您用的學校數學平台 你大概只能在這個學校,你是走不出去的 因為你到別的學校,假設老師可能到別的學校去上課 那你的教授就必須要怎麼樣,再準備一次對不對 好,那我們從哪裡開始呢 您可以兩個地方 一個呢,您可以看到您可以用最簡單的這種訪課 這裡有一個取得訪課代碼 您按下去之後呢,會有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八位數的代碼在這裡 那下次呢,您就用相同的代碼直接進來 這樣子您的學習紀錄 做的筆記 加入的群組或自己建立的課程資料就會留著 好,那如果呢,您要用比較標準的 您就用會員登錄 好,您可以用這個社群的帳號授權 這樣子最快 那如果不要也沒關係 就從下面這裡 用信箱註冊 但是它會寄譜認證信給你 所以您要去收信 好,所以這三種方法都可以 那如果您要最簡單的就是我剛剛講的 用訪課 反正,你當課程而已 好,在這裡,有沒有八位數代碼 您就可以自己記錄下來 按我了解了,就進去了 那我們的資料呢,會放在這個地方 您看,剛剛我有做筆記,有沒有 想要放大就放大 好,您現在一進來是在發現裡面的課程 但是我們的資料在哪裡?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所以您就點到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第一個就在這邊,把它按下去 那按下去了之後呢,您看到 在這邊已經在教室外面了 只要按加入就可以了 這樣您就進到我們的這個資料裡面了 好,那這邊有我們今天所有的資料 您一進來之後呢,看到的是訊息 就是合得這個最新消息 好,那我們真正的資料放在任務這邊 等一下我會再做一個詳細介紹 好,那另外呢,這裡面我還有準備幾個 除了今天比較簡單的簡報 那我有準備兩個互動的 好,一個是在這邊點進去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可能 Slide 也許有些老師或同學有用過的 有沒有 沒有,你們怎麼弄那麼單純 因為如果我在一般教室上課的時候 這個就很好用啊 好,那沒關係 這個網址很長對不對 不用理他 我都用短紙給你 所以你點一下 進來我們的互動白板 裡面該有的網址我都放 這樣OK 剛剛有一同學把我撿走了 哈哈哈哈 沒關係,等一下我會復原 等一下都復原 OK 好,所以呢 要麻煩大家 請您先進到這邊來 那麼我們今天呢 上課也都會錄影 那您除了可以從白板裡面看到 在右手邊這裡 也有上課錄影影片的網址 你就可以進到這邊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